欢迎订阅 巴黎鲁浮宫 它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边 原始有800多年历史的法国王宫 1793年正式成为一个博物馆 到今天已经是世界著名的艺术殿堂 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是举世瞩目的万宝之宫 20世纪80年代 由华裔美籍设计师贝宇明 设计了位于卢浮宫中央广场上的 透明金字塔建筑 以取得最理想的通透效果 这样就可以在位于博物馆 心脏地带的拿破仑堂里 透过金字塔 欣赏到拿破仑中庭的别样景致 置身于数以万计的艺术珍品的包围之中 无论是谁 都会面对艺术本身 或隐含其中的历史情绪浮下年篇 这正是卢浮宫的魅力所在 汇宁时间 法国巴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多年转月